第六十五章 三晚再三晚 于又威与那言行荒诞的老剑神十分不对路 更乐意抱猫乘马 欣赏何阳俊沿途风景 瞥了一眼始终与九斗米老道士交头接耳的徐凤年 忍不住靠近了一些 问道 没能交体太风流的徐夫人写那烹额贴 世子殿下是不是很遗憾 徐凤年正在向魏爷爷请教墨劳官在那几个道官的奥妙 袭击着他山之石公寓 早日将看不见摸不着的大黄亭化为己用 听闻于又威的讽刺 不以为然道 你信不信 我如果回头去影传县城 禁三郎愿意双手奉上徐夫人给本世子天香暖杯 甚至明知在我与徐夫人一辈春宵的情况下 都能睡得比平时还没开眼笑 于又威忽略掉那天香暖杯的下作言辞 一脸不信道 他疯了 徐凤年微笑着故作高深道 没疯 禁三郎提不起刀剑 可胜在读圣人书 没读成圣人 而是读出了为人处事 所以是个聪明人 于又威只感到可怕 他也曾是西楚光患子女 对于赠送女币结交人脉并不陌生 可送夫人给外人 对他来说还是太惊世骇俗了 最出奇的是徐凤年只在影传大宅里为非作歹 听说近兰廷数次气风昏死 难道是真气的疯癫了 于又威揉了揉五妹娘毛发柔顺的滚圆身子 莫不作声 三年游历 一年炼刀 加上徐凤年游历前的一年多交集 细细一想 竟然已经算是相识五年 可于又威发现自己越来越看不懂这个世子殿下 荒唐照旧 只是以前那些勾当 买诗词装丝纹 带恶奴抢小娘 重金赠有瑕 荒唐只是荒唐 如今荒唐背后似乎隐藏着什么 于又威便不知晓了 徐凤年没有点破其中玄机 遇到小道福将洪甲人 等老头李纯刚两件退敌 便用雪白毛笋给摇摇侧后的陆球 寄了一封密信 再到影传晋府折腾进三郎道狱 先遇死 又寄出了一封给晋兰廷加官进爵的事情 是他自作主张 哪里有什么大驻国亲笔举荐 在黎阳王朝 名义上仍当头领衔着文官武将的徐潇说话 比徐凤年说话好用一千一万 可在徐家 徐凤年说话却是比徐潇还要管用一百 徐凤年说 要让晋兰廷坐更在小黄门上的黄门侍郎 徐潇怎会不允 深知徐家内一物降一物实情的陆球 只是顺水推舟罢了 而大吉宁俄美北梁归徒遇上陆球 当即被补充了四十余青旗 则是在徐凤年一了之外 车厢内 江尼得了额外一百文负责保管徐凤年收刮来的熟宣 那些临摹红甲福禄范文绘制而成的宣纸 也都由他整理收藏在书箱中 他此时正拿着一张天书鬼画符猛看 却没能看出门道 羊皮球牢里一边抠脚丫 一边望着江丫头在那里皱眉 实在是不忍心 好好一个玲珑剔透的苗子 被那徐小子糟蹋了 好心劝慰道 江丫头 别看了 那小子故弄玄虚呢 交给你保管就没安好心 要老夫看来连书都不要读了 他可不怕 你把这些秘籍都记在脑子里 便是都记住了又如何 你读书与他有意 那是因为他已经在武学上登堂入室 听书越多 感触越深 与你却是读得越多 心思越杂 越无从下手 老夫还是那句话 只要肯一心练剑 别说练刀的徐小子 便是邓太阿 也不敢小瞧了你 姜妮头也不抬 说道 别烦我 我不读书 你给我钱 老健神苦闷道 那小子所说不假 丫头你呀 真掉前眼里了 看宣纸绘画 正郁闷着的姜妮 抬头瞪眼道 要你管 性格古怪的李纯刚 最喜欢小妮子生气的模样 伸手指了指头顶 笑道 小心老夫不还你这柄神符 将你收好宣纸 捡起那本被老头说的不入流的千件草钢 用心默念 他记性不好 读书三遍都记不住 更别提能像徐凤年那般过目不忘的倒背如流 至于密集上阐述的招数道理 更是一知半解 三分迷糊 十分头痛 马车突然停下 姜妮心情雀跃起来 第一次停车 便看到了白衣送行的陈之豹 第二次更是瞧见了 有古怪洪甲人挡到刺杀徐凤年 这一次 姜妮掀开帘子 有些失望 只是那摊杯的柿子殿下 看到路旁有酒摊 就带着老道士魏淑阳去喝酒了 酒摊子挂了一杆铺满灰尘的杏花酒棋子 徐凤年等魏爷爷和于又微坐下后 这才开口唯唯说道 我们梁州那路边卖的杏花酒 要么对水厉害 要么根本就是假的 不地道 别看这铺子小 酒却是如假包换 尤其是我们坐的地方 离仙鹤亭边上的口水井很近 井水极佳 用之酿酒更是绝配 尽量独重 我们那边最近几年才兴起的 清蒸在清酿酒法子 便是附近村子传过去的 酒香赋予 入口那滋味 嘖嘖 好喝 小二 先上两斤杏花 牛肉有多少上多少 酒摊老板伙计 本就瞅准了这位 俊义神采公子哥 不缺银两 听到盲口都是称赞杏花酒 更是笑口大开 这酒对卖酒人来说 就是子女 乃家爹娘不喜别人称赞自己子女 何况这公子哥所说 一切都有理有据 先喝亭口水井 都是当地很有年头的遗迹 常有雍泉两州世子 协同美眷家人 来这边吟诗作对 只不过 这些身份贵气的读书人 看不上路边摊子 酒味地道归地道 终归是配不上他们的身份 不是 酒摊老板也不懊恼 今天算是祖坟冒清烟了 来了这么一个识货的高粱子弟 听口音是梁州那边的 酒摊子老板小心翼翼 看了眼三位没资格入座的护从 女的真是风骚了 那挺翘屁股 可比自家黄脸颇大了无数 配具见得魁梧汉子就吓人了 至于那个脸色苍白的病老鬼 店老板给忽略了 只确认有人影子 不是鬼 大白天的 怕什么 殷勤上酒上肉 老板瞪了一眼失魂落魄 盯着怀抱白猫与美女子的年轻伙计 一阵火大 连她都不敢正眼看一眼那娘子 这兔崽子吃了豹子胆 生意还做不做了 老板一脚踹在伙计腿上 这让彩她回魂 老板可是听闻 北梁那边的大小顽固 出手豪气是真 可越境闹起来 哪一次不是雍泉这边的公子哥 吃足苦头 雍州地头蛇可真是敌不过北梁的过江龙 尤其是那北梁第一号大顽固柿子殿下 这个公子哥的骄纵跋扈是天下一等一 索性咱们小户人家 这辈子都不用碰上 不曾读书 却听多了信花诗文的老板 一半自傲一半产微笑道 这位公子一看就是行家 听小的爷爷说 雍州地理志上有写到咱们这信花 徐凤年给于又微到了一杯酒夜迎彻的信花酒 笑道 对 仙鹤亭外心桃井 水中依稀亚泄黄 就是夸这酒的 老板这下子是真给唬住了 由衷称赞 公子这一肚子学问天大了 徐凤年哈哈笑道 那给咱们便宜些 老板立即咽了 一脸为难 刘絮拍马可不用一颗铜板子 若是压架 小本经营 都是一点一点扣出来的血汗钱 得有多心疼 好在那公子哥只是玩笑 善解人意说道 只是说笑 能喝到信花 已是相当感激 这两日 对世子殿下愈发好奇的书修 看到徐凤年捧着一口脏碗 喝着穷乡僻壤出产的烈酒 更是迷惑起来 他虽来自南国蛮荒 可自小成为巫女 被奉为神明 说道衣食住行 比不上世子殿下忠名鼎食 以后叛逃宗门独自行走江湖 爱慕者络绎不绝 所以书修也从未寒酸将就过 看到徐凤年如此不拘小节 实在是百思不得其解 江泥跟着禅酒的老剑神下马车 坐在徐凤年桌对面长凳上 鱼又微尝了一口温热杏花酒 滋味不俗 与北梁绿衣酒各有不同爽练 柔声问道 口水井是怎么个说法 徐凤年正眯眼回味 舌尖香绵酒劲 听到问话 笑着说道 传说武当山上有位仙人 在亭中成鹤歇息 见民风朴素 不忍百姓饥渴便吐了一口口水入井 从此井水比起山林名泉都要来的甘甜 于又微神情不自然 口水 徐凤年哈哈笑道 约莫有些人口水就是甜的 我想尝尝 可惜还未能够确定 于又微脸颊声晕红 不知是手中那杯杏花还是某人酒醉言语 李老头翻了个白眼嘀咕道 江丫头 等会儿我们把马车让出来 看着这两人成天打情骂俏 就是不办正事 老夫嫌腻歪 不去喝酒的江泥愤愤道 交一罐钱 不 识罐 徐凤年刚想打击一下 狮子大开口的小泥人 瞥见宁峨眉单起而来 这位北梁勇将心思细腻的气急不用 下马后正要喊出一声殿下 徐凤年挥手道 来 喝酒 小二 再上两斤酒 宁峨眉也不客气 站着连喝了三大碗 脸色如常 十有八酒是千杯不醉的酒量 这不奇怪 北梁铁吉至军严厉 可每次催敌屠城 都可以喝酒尽欢 北梁出来的将军士族 少有酒量差的孬种 宁峨眉掠去了 世子殿下的下人称呼 自从那一日 陈志豹亲率三百铁吉送行 他被迫无意中 跟北梁双崖点雄出为辅城 站在一线 世子殿下便不再有好脸色 导致影传重逢后 便一直没有机会说话 宁峨眉关节不高 也不在乎能否借着此次机会 与世子殿下交好 只是他在影传城门 折辱了那帮领上驻国 兼武阳大将军顾建堂 旧部的脸面 难保不会被那个东晋副都尉 联名尚书 参踏一本妄动干戈的玩意 宁峨眉身为北梁将领 无需理会这等老痒痒小事 可若再让世子殿下觉得形势鲁莽 尾时是对不住那四十余伤亡跑则 所以听闻前方马队停下 便独自策马而来 想说上几句拍胸仆不脸红的良心话 只求世子殿下千万别迁怒于凤子营 无愧北梁 俊荣丝毫的好男儿 卖酒的老板小二伙计都拾去战远了 这汉子生的虎背熊妖身披重甲 气势凌人 不像普通航武士族 难不成是何阳俊的哪一位将领 宁峨眉放低声音说道 影传城门 宁峨眉出手教训了那帮关闭城门的家伙 徐凤年打断了大己宁峨眉的话 轻声笑道 宁将军一击挑翻了那东晋副都尉 就算出气了 要我在场还不得让你把它包光的假罩 吊在城门上 你若是觉得做过头了 怕给我惹麻烦 得那三碗酒我后悔请你了 可若是觉得仍不解气 我再请你喝三碗 如何 宁峨眉默然胜出一股豪壮义气 神采飞扬 更显得这位北梁第二牙雄壮非凡 那宁峨眉可要再喝三碗